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呢? 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收听爆米花? 是你的家人,同学,朋友,还是邻居? 如果你喜欢爆米花这个节目,知心姐姐邀请你 不只是听完故事之后,可以讲给其他的小朋友听 你也可以邀请其他人,每一个礼拜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跟你一起锁定爆米花这个节目 当然,知心姐姐也很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消息 欢迎你可以写信,或者是留言给我哟 今天,让我们再来听好听的故事吧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布兰村是一个靠近沙漠的小乡村 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很苦 因为布兰村这里的土壤非常贫瘠 要用水很不方便 如果想要到离村子最近的一口井打水 也得走上一个钟头的路 有一天,发生了一场小地震 一阵摇晃过之后 布兰村的人发现 广场中央地上竟然裂开了一道缝 里头涌出了一股细细小小的水柱 诶,这是什么 诶,是泉水,是泉水 其中一个老头子伸出他那颤抖的双手 咬了一些水,放进嘴里慢慢地喝着 发现这泉水又甜又香 啊,又香又甜 这水真好喝 我已经六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泉水 咱们真是太幸运了 广场上发现泉水了 这个好消息立刻传遍了布兰村 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提来了水桶 拎着锅子赶到广场上去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打老远地去打水了 每个人都开心得不得了 从此之后,无论是洗衣服、洗澡 还是煮饭、烧菜 布兰村里的每一个人都仰赖这股泉水 可是几个礼拜过去 饮用这股泉水的布兰村民 却渐渐地变得有点不正常 你听 快来买哦 香喷喷的包子出笼了 买衣服 一件衣服送三件 街上卖包子的人 他的包子竟然是用泥土捏成的 卖衣服的人 他的衣服也是用树叶跟树枝做的 有人走路是用跪着走的 有人骑马 脸不朝向前面 反而面向马屁股 各式各样 奇奇怪怪 光怪陆离的事 全发生了 布兰村的村长 看见村民 个个变成这副德行 心里头非常害怕 糟糕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是不是都疯了 难道是喝了那股泉水的关系吗 原来啊 布兰村的村民 以前从村子外提水回来 都会多吞放一点在村长家 这样子如果临时有急用 例如发生火灾啊 大家就可以赶快 用放在村长家的那些井水 自从布兰村的村民 改喝广场上涌出来的那股泉水之后 就没有人再去井里头打水 也没有人去村长家 要水了 而村长呢 他原本是想 先把家里头的那些水 给喝完 再去喝那泉水的 所以每当广场上 大家挤来挤去 争着要咬那泉水时 村长都只是远远地看着 然后回家喝他的井水 现在看到大家 纷纷变成了这种疯疯癫癫的模样 村长更不敢喝那泉水了 他只好每天都划一个钟头 走路走到村子外边的那口井 去打水来喝 有一天下午 村长提着水桶 走在往村子外 那口水井的路上 遇到了一群 跑出来嘻嘻哈哈 到处玩闹的村民 这些疯疯癫癫癫的人 看见是村长在那里 彼此对看着 嚷嚷着说 诶 那不是国王吗 诶 你们看 你们看 国王用脚走路诶 嘿嘿嘿嘿 国王穿的是什么衣服 是不做的吗 国王怎么会这个样子 啊 他一定是发疯了 咱们应该想个办法 把国王的病给治好才对呀 这些人好像喝醉酒一样 歪歪倒倒地一拥而上 把村长整个人抓住 带回村子里头 说要给他治病 只见一个人 拿来一些泥巴 加上了捣碎的虫子 说是要 硬是灌进村长的鼻孔里 另外一个人 拿来火把 说是要把村长的脚丫子 给烤一烤 还有人 把细细长长的针 插在村长的脑袋上 说是这样 村长就不会头脑不清楚了 一群疯子把村长给整得好惨好惨 最后村长受不了折磨 他一口气挣脱所有人 冲冲冲冲到广场上 爬下来 咕噜咕噜地喝下好多的泉水 几个小时候 村长也变得跟大家一样 用那种怪强怪强 疯疯癫癫的模样说话了 这时 布兰村的村民 却纷纷地欢呼 鼓掌起来 他们大声地笑 大声地叫着说 嘿 国王的病好了 我们治好国王的病了 于是 布兰村 从村长到每一个村民 甚至小孩子 每一个人都成了疯子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你会不会也觉得 这个村长怎么这么笨呢 当他发现 这个新泉水 可能有毒 会让大家都变成 疯子 他不是应该要赶快 把泉水堵起来 叫大家别去喝吗 为什么搞到最后 自己也趴下去 喝了 那会使人变成 疯子的泉水呢 其实啊 这股泉水 它也好像是 在我们周围 流行的一种风气 譬如说 在你的学校里头 有没有人带头 开始讲脏话呀 大家都一起讲脏话 越讲越多 越来越流行 从三个人 变成五个人 五个人变成十个人 最后全校有一半的人 都在讲脏话 你慢慢地发现 这股风气是不好的 它让每一个人 脾气都越来越坏 人际关系 越来越不好 那么你有没有努力地 堵住这一个 讲脏话的泉水呢 还是当同学觉得 你很奇怪 你很不合群 甚至威胁你 欺负你时 你也就干脆 跟他们一块儿 讲脏话了吗 不只是讲脏话 还有丢垃圾呀 说谎呀 偷东西呀 甚至做很多的坏事 杀人放火啊 他们原本也都只是一个 细细小小的泉水 只要你不喝 你就不会变成疯子 但是当其他的疯子 威胁你时 你仍然要清楚知道 这是不对的 你可以拒绝 不要跟其他人一样 当他们威胁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求上帝赐给你 有勇气 有智慧 可以逃跑 不同流合污 仍然选择做正确的事 好不好呢 千万千万 不要跟故事中的村长一样 落到这种愚蠢的下场了 下一次爆米花 直行姐姐再与你空中相见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 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民歌 跟着学习我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来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一点 去努力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是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 深藏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官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是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深藏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官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是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深藏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官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深爱是人没有分别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神教我们 就是很特别 很特别 很特别